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听今天晚上的哲悟 我们还是要老话一句 第一次来的举个手好不好 让我们知道你是第一句 为什么第一次来 那待会我们一定会特别要讲一下 为什么今天是第一次来哲悟 好 那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解说一下为什么哲悟 什么是哲学兴起舞 那为什么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从去年开始 台中的哲学兴起舞开始 每个礼拜晚上都在好玩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逐渐的变成一个 像是这样子的空间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讨论的许多的议题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读博 那也许今天有很多人是为了讲者而来 或者是为了题目而来 那也都没有关系 或者是说你是为了哲悟而来的 那也很好 这个星期五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希望有这样子一个空间 然后找一群人在这边聊天 讨论对谈 我们要谈什么 我们什么都谈 我们今天 你看我们今天谈的东西 其实就非常的 非常的不同 歌跟独立这件事情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你看哲悟音乐也能够谈 正式上的独立也能够谈 或者是说属于你人的独立 它也能够谈 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们希望在这里 藉由不同的人 不同的讲者 或者是不同的参与的群众 在这里会可以去形成出一个 不一样的对话的场域空间 你看我们今天有高中生 然后我们有上班族 然后其他我也看不出来 你们在干嘛呢 所以待会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对没有错 因为哲悟它是一个 以群众为主体的活动 所以我们每次进行哲悟的时候 我们都先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要讲什么 就是告诉你 告诉大家 你从哪边来 不是谁 你为什么今天不来 上来这场哲悟 你是对题目有兴趣 或者是 你觉得讲者是 你很想要听一下 他会说什么 或者是说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今天题目是什么 反正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这些星期五 都会在这个地方 我就都来看看 其实我们这样一年多做下来 已经有 逐渐的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那个 忠实的观众 他们每个礼拜五晚上 其实他也不知道 我们会说什么 他就是 时间大了 就坐在这里 然后就开始 我原来今天要谈 然后今天要谈徒步 那这些星期五 它是怎么运作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在录影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大家 你有非常在意 不能被录影的 或者是 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关系 不可以被放送出去的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事后我们会把你擦掉 或者是 而且 因为我们会有直播 我们有录影 我们会有拍照 如果说不行的话 如果说比较不方便 你也身份特殊 例如说 你什么 Kissman之类的 那你就跟我们 那个摄影师讲一下 所以不好意思 那个肯定要 把你删除 这样子 这个就是OK的 好 那这星期五 每个礼拜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录影 我们有摄影 那像我们刚刚可能 也有得拿这个 签稻固 他也有刚刚来的时候 可能大家也有看到 这些事情 这些星期五 它是一个 以志工 一起来每个礼拜 在运作 把这些工作 完成的一个团体 那 但我们都没有资薪 嘛 志工都没有资薪 所以 这些星期五的经费 从来不来 没有经费 我们的经费从这里来 从每个礼拜 有人要来参加的时候 如果你待会有影响 做工程还有够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投进去里面 就当作作用事 我们可以递出 那我们每几礼拜 因为你自己责入 他并没有给江泽出席费 可是 像 我现在我们江泽从 台北 或者是高雄 我们花里也不知道 很远 我们还是补充 海汐车满费 像杂西从那个 凭度 我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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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飞机了 就是说 我们还是会 那现在只会台北 那我们还是会 就是他们这种 台北的策码 这方面的 那我们希望说 如果说大家有 遗花可以把我们移住一下 那我们可以持续 在这个 这些对话层里面 继续的推动 然后连续下去 好 那我们就 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赶快 来开始 自我介绍 很紧张 我们从哪里开始 对 没关系 你先讲啊 你朋友是你朋友 你是你 里面的 我们还有位置 你们要进来坐 吗 我们有位置吗 对 对 我们可以楼梯上也可以坐 好不好 外面有文字哦 有 好 你可以开始自我介绍 你只有十秒钟的时间 哦 呃 我来自中兴大学 然后 然后 我身边 植病系了 但是我对社会议题有兴趣 所以我想要 参加就是 正学兴起 我知道正学兴起舞 就是在台北台中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 然后 就是我在东西念 所以我来台中的 等一下 植病系是什么 植物病理 植物病理 为生物学系 好 这是在治疗植物的 OK 好 好 谢谢 好 你可以传给旁边 你待会你朋友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把麦克风再夹到他手上 他可能是偷偷想要注意讲电话 他以为现在可以闪过 没有 呃 大家好 我是 然后 我现在实在在经营一个 叫 共好俱乐的一个 呃 活动讲座 分享平台 那 呃 之前就有来过 呃 然后 回正常没有来 所以这次就再回来看看 自我介绍 呃 自我介绍 呃 我也是中心大腿直兵系 然后我是阴邀过来的 就是我旁边的朋友 他说想要纠团一起來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屋的那个 演讲单 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好 所以你纠团结束到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成型 还有一个人 好 好 好 那你要先来自我介绍吗 呵 哪一个是你揪来的 怎么看起来两个都不太像 哦 好 大家好 我是光海大学法律系人 然后我今天会来是 就是跟朋友一起来 就是想试试看 提供看看 好的 来把麦克风交给你右边的这位 大家好 我是今天从淡水讨来的 台中人 刚好 就对 没有刚好 今天是故意 故意要来的 是蓄意来的 好 好 那后面 大家好 我是叶玉璇 张华 张华有什么特别想要讲的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大家好 我是耿意 然后台中人 对 大家好 我是养海 小绿洲高山 大家好 我是 罗伊山 也是台中人 大家好 我是养志明 东山高中高山 大家好 我是欣妮 麦克风 你胖 大家好 我是小雅三 我是加加高中高语学生 加加加高中高语学生 加加加高中在哪里 清水 清水 感觉有点圆 打鼓子过来 你可以按一个哲学新酒 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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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们这里离海线其实有点远 好 你可以想想看 我乱讲的啦 不要这么唱好不好 不要紧张 你可以传给好 传给后面的 如果你 就你 好 我是许天 大家好 我是杨鑫 大家好 我是杨鑫 我是杨鑫 大家好 我是杨鑫 大家好 我是杨鑫 大家好 我是杨鑫 来这舞几次了 今天队员这个议题 不是很了解 所以来 听听看 对 所以不是很了解 其实你也是可以来的 不见得了解 如果你很了解 来 你可以会听到不一样 你原本不了解的东西 可是你不了解的话 你来了 你就可以了解 更多一点 是不是 其实这就是哲学星期五的精神 所以我们会有一件事情 我们会特别去强调 就是我们不要引经据点 什么叫引经据点 就是你可能讲的 因为你来自 你是学生 你是上班族 你有不同的专业 你会讲不一样的专业名词 有时候我们会听不懂 那哲学星期五 就连讲者也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说 每个人在这里 我们可以讲 也许我们讲个专业名词 可是你可以把它解释 让更多人来清楚的了解说 你要说的是什么 这是哲学兴趣 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对 这个跟你自我介绍 没有关系 我只是突然想到补充介绍了 好 換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文 你叫什么名字 你应该可以就这样排中文吧 应该可以就这样排中文吧 应该我只要 谢谢 大家好 我叫他凯 我来自入港 然后在网络发现这个活动 然后对题 我还没有兴趣呢 所以可以来请你看 好 大家好 我叫聚会 所以我目前在高雄做研究工作 我是入港人 今天因为第一次有机会参加 这个新旧的活动 对 所以你们两个是一起来的吗 对 这里三个 还有一个人在做公车 从入港做公车到台中要联酒吧 他在台中文 大家好 我这有所有群 我今天来的其实 方便是因为这个主题而来 也是因为哲悟 这个人的理由 那因为我本身是念历史的 那本身的说事文 我是在写 他的民主命道 他的本事已赴的 那所以看到 我们在台湾出口的 这个即使之士 一定要回家暴力的问题 我非常有兴趣 来跟台湾做研究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本身哲悟 那如果去过宜兰哲悟 我会去过福大哲悟 那我这一台中文 没有来过台中车 没有车 所以进去必吃 看看台中的哲悟怎么样 好 因为每个地方的哲悟 其实感觉恢复他一样 也许 我觉得以后也许 就是大家自我介绍 也可以谈一下 如果你有去过别的地方的哲悟 他跟台中的哲悟 有什么不一样 对 也许有时候 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大家我是阿伟 我也是来自鹿港 然后 之前都在网上 看哲悟 听哲悟 然后就是想要来幸运 感受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叫陈志 然后在不进工作 刚刚下班 有空就 顺便就过来这边 看看这样 我叫陈志 然后跟他一样 不然是同事关系 对 同事关系 为什么大家都在想 同事关系很奇怪吗 那现在 为什么大家都在想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奇怪 像他们是同学关系 好 大家好 我是韩靖文 台中移动高三 大家好 我是谢沛全 台中移动高二 大家好 我是请权 然后张氏国系 然后是学生 補习班的学生 找我来的 補习班的学生在哪里 大家好 我叫王振宇 振宇五金 指定一样的 正宇 诶 我是知道正宇五金 好吗 还真是专业名词 带中丹利都知道 台中赛利都知道 我对这个题目蛮感兴趣的 因为去年有去中国葬区的 然后平常也有看一些 关于西藏俄俊之类的 所以今天再来体验看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国立台中館 谢谢 大家好 我叫王毓宇 可以叫我优优 然后我本身是小小小小小的 新竹人在台中工作 然後中午會在這邊吃飯 就看到這邊好像 很奇妙的小地方 所以今天特地來看看 悠悠是電視大門 對,東升悠悠 大家好,我是雨昕 然後我剛剛一直在那邊騎著看 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為什麼他有沒有少一塊黃色 是故意的嗎? 對對對 看起來好像真的有 我們會解釋嘛,對不對 後面 大家好,我是宜文 之前在台北有參加過台北職務活動幾次 然後在社區大門上課的時候 有雙部關係 這樣的一個課程 所以對這發展的興趣想來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阿肥,我是裴宜文來 然後我順便不懂我這一塊想來聽聽 大家好,我叫蔡森宇 大家好,我是市立大理高中的周恩齊 然後我覺得今天這個議題 因為跟歌曲有關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蠻容易讓人家想要融入的 所以我就把大直的歌就是貼在FB上這樣 然後對,就希望有人可以來 對 我是市立大理高中三年級的劉孟偉 在之前考學生前一直被放啊禁止 所以考一定要來一下 大家好,我是西尚人 我是中陶雲來的 今天在台西尚普利學會的會等大西尼 跟妳一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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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把麥克風穿到前面來 好不好 這裡有一個漏網之語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萬平 我是被同學拿過來的 我們就希望有同學拿過來的 我們就希望有同學拿過來的 大家好,我是泰宗女裝高三的金載佑 然後 無愧的大之類的 欸,對 欸,對 欸,妳很專業喔 妳要跟他講我的事嗎 超專業的 大家好,我是 呃,台宗女裝高三張凱平 然後每次來直舞都逃不過自我介紹 然後覺得很麻煩 越麻煩的事情我們越要做 大家好,我叫瑞 然後大家都快到高中 可是我畢業很久了 我是台中一中 然後大學是台灣大學 那我去 一年多前跟學長回來台中創業 所以對台中不太熟 那雖然說我是台中 那我就住在附近 所以有時候出來散步 就發現這個地方 然後他怎麼禮拜五的時候 一間雞雞乖乖乖的 住在這裡 然後我就 因為我是諮詢業的 所以我就馬上Google一下 然後三個月開始來 聽那個合法 那就蠻有趣的一個活動 所以其實我們在國內 好,各位 大家好,我叫Jolaine 大家好,我叫Jolaine 在做 從事網頁的工作 然後今天會來 是因為平常都是透過音樂 然後聽到小弟跟張瑞泉的歌 那想要現身 聽他們有沒有其他的觀點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 這樣 大家好,我叫玉田 大家好,我叫卡丘 大家好,我叫卡丘 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主張者 我是我的主持人 我是我的主持人 其實威廉,你來了 哇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只要大陣應該怎麼辦 有沒有 看男朋友長一下 養大陣這樣 大家好,我叫小婷 那我也是畢業很久 那我只能念化學系 然後現在在 對,我在工作 然後 今天也是在網路上叫做活動 那平常也很喜歡董地 跟張瑞泉老師 然後過去也有 自己去找一些關於 脫國獨立的問題 就這樣 我支持脫國獨立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依恩 我是為了達子短依賴的 謝謝 好 大家好,我叫邵辰 那大陣附近 謝謝 大家好,我叫順順 那個 我之前差不多有進過這裡 然後 然後那個 剛剛說 今天這裡有音樂會 所以我就來了 音樂會 應該沒有廣告不實 你知道嗎 你們等一下問一下講者 等一下有沒有要唱 我是跟他說有分手 大家好,我是剛剛 然後 我是在中興大學那邊 當音樂助理 那今天是因為我對西方 其實不是很了解 然後希望來的朋友 可以更了解他 謝謝 大家好,我叫Sophie 我今天來是因為我曾經 在達安沙待過好幾個月 然後也在藏人的義工單位 當過中文老師 然後 跟一些藏人有一些接觸 你可以多講一點嗎 沒想到提 你有 其實特別對 就是突破 或者是藏人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 針對今天的主題 就你的經驗來說這樣 其實我是去達安沙之後 才接觸到西藏的議題 對 然後 就會比較了解 然後 其實我 後來當我回台灣 就發生那個318的事情 那 如果我這輩子沒有去過達安沙 其實我可能也不會那麼關注 很多的公民的議題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一些 純淨還有故事 然後你會覺得 會 反過來會想說 我們台灣的處境 還有一些環境等等的 對 然後我在達安沙 也因為 在那邊 所以我 有去那個 上大愛阿媽尊哲的課 然後就開始接觸佛法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多人在看西藏的問題 因為西藏以前 對藏人來講 就是 擁有宗教的自主權 這個部分非常重要嘛 對 所以 那現在就是他們在 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其實他們失去了很多自主 那剛好我在那邊的 那幾個月的期間 其實就是 藏人自分的人數 結結的飆高 從可能幾十的人 超過到一百多人 對 所以我 就是 那一段過程中 是 滿心疼的啦 對 而且因為我跟一些藏人 有所結束 所以我聽過很多 他們怎麼樣 他們怎麼樣 就是跨越西法拉阿山 就是逃亡的故事啊 然後 還有比如說一些 在那邊有很多的義工單位 然後我其實 我常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然後 聽到一些政治犯的一些故事 等等的 對 好 對 其實我們希望出去 所以我們常會說群眾就是主體嘛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來的是誰 他會有什麼樣的生命經驗 跟今天的題目有關係 那 你看大家 期待的是今天的講者講什麼 可是我們也可以從別人的生活經驗當中 去聽到不一樣的想法 這個就是哲學型奇物 欸 換你了 大家好 我是鴨子 那 今天會來主要是因為這個立體 其實 所獲 平常在網路上的獲學資訊 其實沒有很多 那 那 就是 自己也蠻關心這個議題的 所以今天才會想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凱 我是在台北人參加過哲學興趣 然後 雖然知道凱就這邊有 然後 一直沒有機會過來 我是從彰化這邊過來 欸 彰化過來的 然後 之前沒有去擔任一些 職業 MG20的職業 對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幫彰化廣告一下 彰化其實好像他們有一個組織叫做 喚醒彰化青年聯盟 他們會辦一個叫做 公民思草職業 對不對 對嗎 公民思草職業 可是不是每個禮拜五 好像是隔週或者是三週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 如果說你坐在彰化你也可以 偶爾也可以去一下 對 大家好 我叫志偉 我是板橋人 然後在鹿港工作九個月了 那 之前在北部 有參加過蠻多次哲學興起舞的 然後這次是第一次來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裡跟北部我參加哲學興起舞 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學校小儀嗎 不用 不用 就是 來參與的 民眾的組成 很不一樣 在北部那個青島 不是青島公路 那個叫做 咖啡館 木澤 木澤 散島市那邊那個 木澤咖啡館 那時候參加的時候 比較多都是大學生以上的 對比較少遇到 這樣子 早會的高中生 那我是凱莉 然後我是 目前從事大清電台的企劃 那我覺得這位新木澤的地方就是 你來這裡就 把自己的水都倒空 然後來這裡就是吸收新的東西回去 不管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議題 不管是生活的經驗 都可以帶給你很多的禮物 然後在這裡我一定要跟 張瑞全先生 示意一下 因為我上個禮拜在動聲音樂間 遇到他唱歌 聽 唱饒舌 然後其實我是外省人 我一句台語都聽不懂 但是聽到他唱歌我哭了 我就在深受感動 所以我就在這邊 對 跟你 獻上我的告白 我們這個只是安排暗中好不好 我們真的沒有安排暗中 大家好 我是柚子 我是高雄人 在台南念書 現在在台中工作 那 我是第二次來折舞 那今天最主要的牛 是陪凱莉來告白 大家好 我叫欣妮 我不是台中人 然後我今天最主要是為了 加瑞哥 因為我覺得折舞 那個各個折舞照片 最好看的是台中折舞 所以是為了他來的 好 好 我的壓力好大 大家好 我是漢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說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 忠實的聽眾跟參與者 不知道什麼議題就來了 我就是屬於其中之一 那如果你們想要加入這種 不知道有什麼議題就來的人 的話呢 剛剛有傳一個神秘的小板子 大家可以在上面留下你的姓名跟E-mail 我們會每週寄發E-mail 到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當作紀念 不要看 直接來 這樣子就成功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發一下那個 3月14號有一個 土伯的紀念日的活動的傳單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採閱 謝謝大家 會不會被射中那個啊 垃圾郵件 怎麼 欸 走走走 大家要收下來 大家記得檢查一下垃圾郵件 大家好 我是Lisa 然後 之前其實對土伯很不了解 然後去年就是也是在折舞 然後聽到雜細分享 有關土伯的事情 然後就 心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然後也因此這樣一直就是有 比較常在就是網路上 就是各個資訊上去搜尋 有關土伯的事件這樣子 那只是說還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去參加土伯的活動 因為好多在北部 還差不多沒有 那 我公司有幾個就是 障傳佛教的信徒 然後他們也因為這樣就是 有到就是印度去朝聖 那可是他們回來跟我分享 都是比較屬於宗教面 那其實我一直在跟他們講說 嗯 其實藏人很需要被關心 然後你們在 嗯 了解宗教的關係中 教之餘 其實也可以去 了解一下說 這個宗教跟 藏人他們有什麼樣一個 非常不可分離的關聯 然後 這個 因為其實對我自己本身來說 是比較震撼的 但是我好像跟他們講 很多 他們都沒感覺 讓我持續在努力中 就這樣 欸對 那個 突破遊行進也是在高雄 對不對 對 都有 好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時間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講說 嗯 大家好 我是凱瑄 那我在這裡想要工商服務一下 可以幫我說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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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國前進在下禮拜 3月11 到3月15 總共5天 禮拜三到禮拜日 你們在 他們 導國前進在市民廣場 就是有舉辦一連串的活動 那 會講到公民不服從 轉型正義 以及 就是大人跟小孩 他們 在參加一些社會運動的期間 他們怎麼去做溝通 那禮拜日也有一個小型的活動 那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謝謝 如果你要結束才講我 我順便講好了 就是 欸 禮拜五的場是 轉型正義在台灣 在台灣 就是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 第一次在戶外 對 是哲學第一次在戶外場 那 就是下禮拜請大家 一起到市民廣場 參加這個星期五 大家好 我是于晨 然後 蠻喜歡聽音樂的 然後 也很 也很 就是說想要了解音樂 裡面玉壇的一些音樂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武士風陳翰 然後我 平常負責也是網路直播的部分 然後就是 大家如果看過網路直播的話 都是 主要都是由我 還有那個 後面 對 如果有所謂的風格 還有 就 就是我們一起負責 就是這樣 一起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你知道他其實是一個非常Rock的人 對 他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這樣報名嗎 他其實他是記者 他專門都在追那個 獨立音樂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的主題 他應該很興奮 可是他這樣躲在後面 他不想要 不想要 不想要做今天的直播 大家好 我是運方 或是哲武的志工 那我運方面是對這個議題滿好奇的 那二方面是我 那次上禮拜 二二期的時候 就第一次聽到 張瑞全老師的 Bina這首歌 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而且很感動 所以由來 現在來看看他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徐先生 就路過 大家好 我是志芳 這是我第三次來哲武 我上次有帶我媽來 但我媽今天說她悲痛 她不能來 所以我帶了我國中同學來 大家好 我是志芳的國中同學 我是孝倫 那今天是這次來 大家好 我是李強 那來只有無幾次 那剛才有聽到很多人說 是來告白的 那我今天其實是來 看我的情敵到底是誰 因為我老婆是大隻粉 所以 看起來我真是有個可敬的對手 好 我們外面還 這邊還有幾位 好 我們外面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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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解套器 嗎 好,我們要趁現在用嘴巴來工作 你們還有外面還有人要自我介紹嗎? 其實裡面還有位置,你們可以進來練習 真的有位置嗎? 對,如果說你們還有人可以容器上面還可以出來 會聽得比較清楚 在麥克風現在沒有聲音的時候 你們只好趕快來再做一下工廠的路程 我們下個禮拜會有一連串的活動在市民廣場 那上面都有時間 那其實我們這個擔憂大人的教育不能等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非常非常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尤其是高中生 高中生他們一定會遇到說為什麼明明就要學測了 你要指考、你要考試 你幹嘛去跟那些奇奇怪怪人過在一起 你可以帶著你爸媽來聽這個 我們希望說 就是可能從去年開始很多的年輕人 或者是來參與公民運動、社會運動 可是沒有辦法跟家長共同 或者是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也會看到有一些大人 有一些家長 會帶著小朋友 五歲、六歲 甚至是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一起來參與 不管是職業信息業 或者是318的抗爭 或者是反核的行動 都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或者是講座 可以讓大家學到一點 也許兩邊可以怎麼樣的溝通 在不同的時代的差 那公民不服從的話 如果說大家聽過這一部紀錄片 或者是看過 我們那一天我們會播一紀錄片 就是五十分鐘左右 然後我在室外喔 在室外播完 我們會有 找人來跟我們語談 那我們找的就是 每次都要這樣介紹他們 就是傳說中的 律師界的F4 可是如果少掉他 就變成丸子三兄弟 所以我們會 我們找那個李軒毅律師 李軒毅 大家知道這個是誰嗎 如果不知道 回去自己Google 李軒毅律師 來跟我們談一下 所謂什麼是公民不服從 從這一部紀錄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樣子 或是說在過去這一年 或是我們未來對待 如何來看待這些所謂的社會運動 好那禮拜五就不用說了 十三號星期五 一個非常有趣的日子 我們要在部外的第一次的台中職務 因為其實哲學星期五 原本他就從部外開始 第一場的哲學星期五 在台北的時候 尤其是在十大夜市的路邊 而不是在室內 他們是這樣開始做的 只有十幾個人 就開始在路邊 拿著大聲公開始聊天 聊聊聊聊聊 聊到才現在 台灣很多地方 都有一個室內的空間 來做哲學星期五 一 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那我們下個禮拜 哲學星期五是在顧問 那我們就要 直接開始今天晚上 咦? 他麥克風怎麼稍微支 那 既然他都已經搭了麥克風了 那我們就不多說了好不好 我們就把今天晚上的主持 楊忠李先生 好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五 OK 謝謝加油 幫我們做了今天的哲學的開場 來吧